今天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十二章 今天是打风的日子 但是神一直掌权 甚至今天早上我们都可以一起在神的殿里点灯 其实神呼召我们每一个都起来作先知 其实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作先知 去听神的声音 也都将神的启示带到全地 所以在广义来说 我们每一个都是先知 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 我们都要领受先知的生命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 信神掌权 信神掌权 信神的约必实现 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到 神跟耶利米说 我跟你的百姓是有约的 就是当我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就是当我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我应许 我应许 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们的神 我要作你们的神 唯一的条件 唯一的条件 就是你们听从我的话 就是你们听从我的话 但是对于耶利米来说 但是对于耶利米来说 他现实是面对一些冲击 他在现实里面面对着一些冲击 在耶利米书1到10章 在耶利米书1到10章 神用耶利米的口 去释放属天的信息 神用耶利米的口 释放属天的信息 到了第十一章 其实这里开始 讲到耶利米实际面对的经历 这里看见耶利米实际遇到的经历 所以去到十一章 最后21到23节 所以到十一章21到23节 讲到有阿拿特人 要沉索耶利米的命 讲到亚拿特人要寻缩耶利米的命 就是他家乡的人 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 这是耶利米的经历 这个就是耶利米的经历 他一直宣讲神的话 宣讲审判 其实目的是想让百姓回转 其实目的是想让百姓回转 但是结果却换来很大的逼迫 但是结果却换来很大的逼迫 但是神说我会保守你 但是神说我会保守你 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特人 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特人 但是这些逼迫是不是只有一次呢 但是这些逼迫只是有一次吗 其实不止 接下来神有更大的启示 我相信当耶利米在他所在的地方发预言 我相信当耶利米在他所在的地方发预言 这些话人是不喜欢听的 甚至人起来去攻击他 甚至人起来攻击他 他就是很想让人悔改 他就很想让人悔改 但是人的反应 但是人的反应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耶利米够了 耶利米够了 我们已经很好了 我们已经很好了 我们已经有悔改了 我们已经有悔改了 我们岂不是之前就经历过复兴吗 我们岂不是之前已经经历复兴了吗 但是你却一直这样发预言 但是你却一直这样发预言 一直去宣讲审判 一直宣讲审判 够了 于是他们决定 与耶利米割席 于是他们决定跟耶利米割席 他们要去追击耶利米 所以接下来今天的十二章 在第一到四节 耶利米向神发出祷告 耶利米向神发出祷告 是非常人性化的祷告 是非常人性化的祷告 所以分享一到六节第一点 第一点一到六节 先知路难 先知路难 神有更大启示 神有更大启示 先知路难 先知路难 这条路是很难走的 这条路很难走的 但是神在这条难走的路上 但是神在这条难行的路上 祂释放更大的启示 祂释放更大的启示 第一节 第一节 他说耶和华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 意思是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 意思是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 即使我这一刻在跟你争辩 即使这一刻我跟你争辩 我没有怀疑过你的公义 但是我的心里面确实不明白 但是我的心里面确实不明白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 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 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 这个祷告是耶利米心里面的呼喊 原来他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恶人可以 反而有亨通的道路 他问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恶人有亨通的道路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圣经不是耶利米去问过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 不只是耶利米问过 我们早一阵子我们读约伯记 约伯都问过 早一阵子我们读约伯记 约伯也问过 约伯都问为什么恶人反而势力会强盛 约伯就问为什么恶人势力会强盛呢 诗篇里面大卫都问过 诗篇里面大卫也问过 为什么恶人可以大有势力 为什么恶人可以大有势力 耶利米今天也问 耶利米今天也问 同样的问题 这个是他心里面的挣扎 这个就是他心里面的挣扎 一个清楚听到神声音的人 一个清楚听到神声音的人 是不是等于人性里面没有挣扎呢 其实不会的 其实不会的 即使一个跟随神的人 即使一个跟随神的人 里面是有人性 里面是有人性的 他也可以有不明白 他也可以有不明白 甚至第二节 甚至第二节 他说神啊 是你栽培了他们 是你栽培了他们 是你叫他们可以扎根 长大结果 是你可以让他们扎根 长大结果 神啊 你不知道他们的口 是跟你相近 但是心是跟你远离 神啊 你不知道他们的口 是与你相近 心却与你远离的吗 第三节 他说神啊 你看一下我 神啊 他说 神啊 你看看我 你测验一下我向你的心 你测验我向你的心 我的心全然向你 但是这群行恶的人 他们有宗教的行为 他们的口可能 都是引用着摩西吴敬 他们的口 还是引用摩西吴敬 但是他们的心是远离你的 但是他们的心是远离你的 就好像我们新约里面读到的法利塞人 就好像我们新约里面读到的法利塞人 他们是有表面 和神亲近的行为 他们是表面与神有亲近的行为 但是神啊 你知道他们的心 但是神啊 你知道他们的心 你又知道我的心 你也知道我的心 他说神啊 你看看我 他说神啊 你看看我 你又看看他们 但是今天 我心接近你的人 我被迫白 但是今天 我的心 贴近你的这个人 我却受到逼迫 心远离你的人 心远离你的人 却结出他们的果子 却结出他们的果子 神知不明白 甚至第四节 甚至第四节 他说全地都是悲哀 全地都枯干 要到几时呢 因为这些恶人 生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 他们曾说 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 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 仿佛呢 先知在问神 先知好像在问神 这些人活得好像没有神一样 这些人活得好像没有神一样 他们这些人的生命是没有神的 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神的 但是为什么你却让他们亨通 让他们安逸 但是神呢 为什么你却让他们亨通 让他们安逸呢 这些人也可能是我们经历过的挣扎 弟兄姊妹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心里面经历过的挣扎 可能我们还没有至于像耶利米一样 被攻击 被挑战 但其实我们的天然人 很容易就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天然人 很容易问一个问题 我们心里面一定会问过的 我们心里面一定问过的 神 神 你为何容许 你为何容许 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事 发生在我生命里面呢 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事 发生在我的生命里呢 神啊 我爱你 我跟随你 神啊 我爱你 我爱你 我跟随你 神啊 我真是把你放在第一位的 神啊 你看我的心 但是你为何容许 你为何容许仇敌夺去我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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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容许仇敌夺去我的上一代 你为何容许教会面对很多的争议攻击 你为何容许教会面对很多的争议攻击 你为何容许我在职场里面面对很多的难过 为何你容许我在职场上面面对很多的难过 但是关键是第五第六节 但是关键在第五第六节 神怎么回应呢 神怎么回应呢 第五节 耶和华说 你若与暴行的人同袍尚且割累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袍尚且绝累 怎能与马赛跑 怎能与马赛跑呢 如果你在平安之地 如果你在平安之地 你是安稳的 你是安稳的 但是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你又怎样走呢 但是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你要怎样行呢 神在说什么呢 他说耶利米 他说耶利米 我去栽培你 我栽培你 我去帮助你 神真的很实际地去跟他说 神真的很实际地跟他说 你相信这个患难可以叫你成长吗 你相信这个患难可以叫你成长吗 他说你今天已经觉得你面对这些挑战 他说今天你已经觉得被挑战 面对你的同乡 面对你的同乡 本来应该是同行的人 本来应该是同行的人 耶利米在他的同乡里面他被兴起 耶利米在他的同乡里面他被兴起 其实他身边的人应该是为他感恩的 其实他身边的人应该为他感恩 就好像我们去看奥运 就好像我们看奥运 我们总是会留意自己的本国本家 我们总是会留意自己的本国本家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就一定会看着美国的奖牌榜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一定会看着美国的奖牌榜 你是香港人 你会看着香港的奖牌榜 你是香港人 你就会看香港的奖牌榜 其实很自然的 其实是很自然的 但是呢 先知他在经历什么事 但是先知却经历什么事 就是第十一章里面所说 就是十一章里面所说 跟他同行的人反而攻击他 跟他同行的人反而攻击他 但是神鼓励他 但是神鼓励他 如果你现在只是跟暴行的人同跑 你都觉得累 但是神说我会兴起你 你可以与马赛跑 但是神说我会兴起你 你要与马赛跑 当耶利米在战斗的时候 当耶利米在战争颤抖的时候 神跟他说 神跟他说 其实你在平安之地 其实你是在平安之地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小风波 其实这只是一个小风波 将来你要去到约旦河边的丛林 那怎么办呢 将来你要到约旦河边的丛林 那你怎么办呢 第六节神就说 其实不单单是你的同乡 其实不只是你的同乡 神去启示给他 其实你的弟兄你的父家 都会用奸诈代你 其实你的弟兄和你父家 都用奸诈代你 在未来的日子 可能他们会跟你讲好话 但你不要相信 更大的挑战会来到 先知路是难走的 但是神有更大的启示 但神有更大的启示 弟兄姊妹我们带进去看一下 如果神是小组长 如果神是小组长 我们就是耶利米 我们就是耶利米 如果有一天你的组长 这样跟你说 你转了小组没有 应该说如果组长跟你说这些话 应该说如果组长跟你说这些话 我们受不受得住呢 我们能受得了吗 就是我们跟组长 组长 我很辛苦 我很艰难 就是说组长 我很辛苦 我很艰难 我们就用第五节回应组员 我们就用第五节回应组员 如果这样你都觉得累 你怎样去鱼马赛跑 你怎样鱼马赛跑呢 其实这个就是神塑造耶利米的过程 其实这个就是真理 其实这个就是真理 是真实的环境 是真实的环境 但原来对我们来说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未必接受到这些话 我们未必能接受到这些话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我们的脆弱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我们的脆弱 但我看到耶利米的心智 但是我看见耶利米的心智 耶利米受得到 耶利米可以受得了 当神这样去跟他说 当神跟他这样说 耶利米继续做先知 耶利米继续做先知 他知道会有更大的挑战 他知道会继续有更大的挑战 但这个是耶利米的心智 但是这个是耶利米的心智 神没有允许过天色常蓝 没有允许过先知 你的路会完全的亨通 没有允许过耶利米 你的先知的路是永远的亨通 但是神却用他的启示帮助他 但是神用他的启示帮助他 并且告诉他 他将来会面对的艰难 而且还告诉他 他将来面对的艰难 这个是神塑造弃命的过程 这个就是神塑造弃命的过程 我们是没有这样经历被塑造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经历被塑造 到底我们是没有耶利米的心智和生命 到底我们有没有耶利米的心智和生命呢 又或者神能不能够 这么直接地对我们说话 或者神能不能够这么直接地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呢 神能不能够透过组长 这么直接地提醒我们 这个是神在这里的启示 这个就是神在这里的启示 你的路不会易走 你的路不容易走 但我却会兴起你 让你能够跑得更快 让你能够越过你将来要经历的艰难 很多时候我都很佩服教会的牧者 很多时候我都很佩服教会的牧者 因为他们是经历过试炼的 因为他们是经过试炼的 很多时候我生命里面 好像去到每个阶段 我觉得很艰难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的生命里面 会遇到一些很艰难的事情 小时候入大学有挣扎 去到牧者面前 对他们来说 对我来说已经是惊天动地了 对他们来说 好像没事发生一样 Dino就会跟我说 其实我也不需要大学毕业 是的 我有读大学 但最终神用我的方法超过我想象 但是最终神用我的方法超过我的想象 然后到我家面对艰难 然后我的家面对艰难 可能是兄弟姊妹的状况 可能是兄弟姊妹的状况 那牧者们又会安慰我 牧者们又会安慰我 他们又经历过又跨越过 他们又经历过又跨越过 然后到我妈妈去面对癌症 后来我妈妈面对癌症 牧师就很松荣地去到我的面前 这些牧师就很从容地来到我的面前 我也经历过两次 我也经历过两次 明明是很大的风浪 但我却见到神的器皿 原来神亲自塑造 以至于让他们能够承托 盛在神的心意 以至到他们可以承载神的心意 弟姊妹我们都要有这份渴望 不是渴望艰难来到 而是渴望有这份生命 而是渴望有这样的生命 是有逼迫的 是有逼迫的 但是靠着神的启示 我们可以越过这些逼迫 让神不断对我们说话 第二点7到13节 第二点7到13节 神非无情 审判中神掌权 审判中神掌权 神并不是无情的神 神并不是无情的神 在这段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很有感觉的 而尼米书一而再再而三 都是神发出那些审判 耶利米书一而再再而三 都是神发出的审判 但是神是不是对以色列人无情 但是神是不是对以色列人无情呢 当我们面对被审判的过程 当我们面对被审判的过程 就好像刚才说 我们会问神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事 我们就问神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事 面对我们心里面很多不开心的事 面对我们心里面很多不开心的事 我们的感觉大得好像没有了神一样 我们的感觉大得好像没有神一样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心 神为祂的百姓悲哀 神为祂的百姓悲哀 第7节 他说我离了我的殿雨 撇弃我的产业 他说我离了我的殿雨 撇弃我的产业 将我心里所亲爱的 交在他仇敌手中 交在他仇敌手中 神说祂的百姓是祂的产业 神说祂的百姓是祂的产业 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的约 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的约 神说将我们如鹰背负 神说将我们如鹰背负 我们在万民中作祂的产业 作祂的珍宝 作祂的珍宝 作祂的子民 作祂的子民 甚至神说祂是我心里所亲爱的 甚至神说祂是我心里所亲爱的 神对以色列人其实很有感觉 其实神对以色列人很有感觉 即使在审判的当中 即使在审判的当中 其实神的心不是用那种愤怒将他们丢弃 但是神很有感觉 但是神很有感觉 是万不得已地将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是万不得已地将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第八、第九节 祂说我的产业好像狮子 祂说我的产业好像狮子 祂发声攻击我 因此我恨慕祂 我的产业又好像那些鸟 我的产业又好像鸟 他们鸟起在祂四围攻击祂 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白兽 带来吞吃吧 这里讲到神眼中他的百姓 他的百姓起来攻击祂 其实神的心很难过 其实这些是神家里的人 是神电宇里的人 在神的电宇里敬拜的人 在神的电宇里敬拜的人 带他们起来攻击上帝 但是他们起来攻击上帝 于是神说 我唯有将你们交在仇敌手中 我只好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所以第十节 他说 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 使美好的分变为荒凉的旷野 因为他们的行为 他们面对审判 于是第十一节 他们使地基荒凉便向我悲哀 他们使地基荒凉便向我悲哀 全地荒凉 因无人介意 因无人介意 神说今天你面对审判 神说今天你面对审判 你面对这些荒凉 你面对这些荒凉 你面对这些悲哀 你们要知道原因 其实是因为你们恨恶上帝 但更重要的是在审判里面 要知道一件事 是神的审判 在神的手中 第十二节 他说灭命地来到旷野中 耶和华的刀 从地的这边直到地那边 耶和华的刀 从地的这边直到地的那边 审判是耶和华的刀 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其实审判是不是无情的审判 其实审判是不是无情的审判 但当我读的时候 我觉得圣灵光照我 当我读的时候 我觉得圣灵光照我 原来审判是有情的审判 原来审判是有情的审判 不要当我们面对审判 面对艰难的时候 我们就将上帝的形象 塑造成 上帝你是那个无情的神 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形象塑造成 上帝你是一个无情的神 神说 你们是我心里所亲爱的 神说 你们是我心里所亲爱的 是的 我是有烈怒 是的 我是有烈怒 我是容许审判来到 我是容许审判来到 这些审判你们的外邦 是耶和华的刀 但是神一直都在说 但是神一直都在说 这个审判在我的手中 这个审判在我的手中 弟兄姊妹这里好像在说 在神家里的事 其实我们很怕被审判的 其实我们很怕被审判的 熟罪日很快又来到 现在我们正正在四十日的除孝当中 其实我们天然人很怕面对罪 更加怕面对罪曝光 更加怕我们的罪曝光 很怕罪背后的审判 很怕罪之后的审判 我们很怕生命的问题被指出来 甚至在牧羊的里面 甚至在牧羊的里面 你会很怕你的祖缘突然间 又有这个状况 甚至在牧羊里面 你是很怕你的祖缘有这样的状况 很怕家人有些得如其来的状况出现 很怕家人有突如其来的状况出现 忽然会觉得神啊你的审判来到 好像就觉得神啊你的审判来到了 又或者觉得上帝啊 为什么你在这些事情上缺席 或者是觉得上帝啊 为什么你在这些事情上缺席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每一次这些事情曝光 每一次这些事情曝光 即使在教会里面 即使是在教会里面 最黑暗的事情曝光 在你的家人组员的生命 最黑暗的事情临到 让我们觉得好像神的审判的手出现 让我们觉得好像是神审判的手出现 但是我们要记住 但是我们要记住 审判是为了拯救 审判是为了拯救 神的审判 不是没有神的 即使我们面对那把刀 来劏开我们的内心 我们被那些刀所伤 我们被那些刀所伤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知道 这把是耶和华的刀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知道 这是耶和华的刀 我们要敬畏 我们要敬畏 但我们更加里面 要有一份安全感 但是我们心里面 仍然要有那份安全感 这个是神练静的过程 这个是神练静的过程 并且神非无情 是有情的神 祂要出手 祂要出手 拯救祂的家 拯救祂的家 让神的家回转 在新约里面 就是让整个的教会归向神 在新约里面 就是让整个的教会归向神 在牧养的里面 我们要相信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状况 我们要相信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状况 都是神出手的时间 都是神出手的时间 祂要用这样的信心去看见 我们要用这样的信心去看见 为什么会说是拯救呢 为什么说是拯救呢 最后我们看第三点 十四到十七节 最后我们看第三点 十四到十七节 全地要学习 回转神的永生之道 全地都要去学习并且回转 全地都要学习并且回转 神的永生之道 这里的全地不再不只是讲以色列 这里的全地不再只是讲以色列 因为原来神的拯救 要从以色列开始 最终让到以色列旁边的列邦列国 都有机会 学习神的道 学习神的道 第十四节 祂说一切的恶伦 就是前面耶和华的道 其实就是在讲前面耶和华的道 神会用列国去攻击以色列 神会用列国来攻击以色列 占据以色列的产业 但是拔出之后 我会怜悯他们 让他们各归本业 各归故土 这些外邦人 他们若欣勤学习我百姓的道 欣勤学习我百姓的道 欣勤学习原文的意思 是学习 是坚定的 是坚定的 是真实的 不是那种表面的宗教意识 不是表面的宗教意识 是从心里面立志 是从心里面立志 学百姓的道路 学百姓的道路 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 真理的道路 真理的道路 永生之道 永生之道 他说我指着我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他们从前如何教百姓向巴力起誓 他们从前如何教神的百姓指着巴力起誓 这些外邦的权势 他们就要建立在神的百姓中间 当然如果他们不听 我会将他们拔出毁灭 我会把他们拔出毁灭 但是如果他们听呢 他们真的愿意行神的道呢 他们真的愿意行神的道呢 我会将他们建立 成为我百姓的一份子 成为我百姓的一份子 到底神的心是什么的心呢 神说神跟耶利米说 神跟耶利米说 我掌权 我跟以色列人是有约的 我跟以色列人是有约的 这个约不是 并且超出你所想象 这个约是超乎你们所想象的 神掌权 神掌权 不单单在你和我中间 神说我跟全地掌权 神说我在全地掌权 当耶利米只站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角度去思想 当耶利米只是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讲 神启示他 但是神启示他 我的心意更大 我的心意更大 不只是以色列 不只是以色列 列帮列国 列帮列国 他们也有机会学习我的道 所以大家可以用一个宏观的画面去看 在以色列来说就是他们被审判 在以色列来看他们是在被审判 外邦来去灭绝他们 外邦来灭绝他们 但是在神的角度 是一个整全的拯救计划 是一个整全的拯救计划 神容许外邦来攻击以色列 神容许外邦来攻占以色列 但是神会拯救以色列 但是神会拯救以色列 另一边乡 神也会拯救那些攻击以色列的人 这个是神的约的本质 那个约就是凡听从我的 不只是以色列 他说全地凡听从我的话 我都会拯救 因为在我里面有永生之道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要去思想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思想 我们有没有相信神掌权 我们有没有相信神掌权 我们信的程度去到哪里呢 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思想 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 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都有应许 但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个应许会实现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 教会其实每天都发生很多事 教会每天都发生很多事 我们有很多小组 我们有很多小组 我们每一个小组长 每天都在牧养很多羊 我们每一个小组长 每一天都是牧养很多的羊 甚至我们在牧养列国 甚至我们其实在牧养列国 问题每一天都发生 但今天神用耶利米书提升我们的信心 神是掌权的 耶利米不需要自己起来去担起以色列 当他在承担以色列 他在承担自己面对的逼迫 其实神的眼已经在承担列国 让我们都支取这一份信心 让我们也支取这份信心 在灵里面我们真的看见神掌权 在灵里面我们真的看见神掌权 是逼迫、是挑战 是逼迫、是挑战 是全地的需要 在上帝里面 在神的里面 他完全知道 并且他完全的掌权 让我们一起去敬拜这位掌权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掌权的神 哈利路亚 神是爱我们的神 他更是那全知全能的神 好不好 让我们在这个风雨之中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主阿 主阿 主耶和话 滿有怜悯痕天 我投靠 在你翅膀迎向 当我回转 一胸隅 虽然有哭泣 早晨 比欢呼吸冷 你作者为王 道永永远远 随洪随反腾 我坚定仰望你 你作者为王 垂听我呼求 使我灵熟悉 永复我的生命 我们在一起来说 满有怜悯痕殿 我投靠 在你翅膀映下 当我回转 一首虽然有哭泣 早晨 比欢呼吸冷 你作者为王 你作者为王 道永永远远 随洪随反腾 我坚定仰望你 你作者为王 垂听我呼求 使我灵熟悉 永复我的生命 我们再来宣告你作者为王 你作者为王 道永永远远 随洪随反腾 我坚定仰望你 你作者为王 垂听我呼求 使我灵熟悉 永复我的生命 我们再来宣告你作者为王 你作者为王 道永永远远 随洪随反腾 我坚定仰望你 你作者为王 垂听我呼求 使我灵熟悉 永复我的生命 主啊 你作者为王 主啊 我们今天要到你的面前来说 你就是主 你就是王 你是我们那唯一的依靠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每个人 开口来祷告 我们大声的来跟主说 主啊 我要你 主啊 我需要你 主啊 我要投靠你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你就是掌管全地的主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每个人 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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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我们全地都使掉你 你看见我们真是可怜啊 你看见我们真是使掉你啊 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软弱啊 主啊 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 在罪的里面 主啊 我们到你的面前说 主 求你来帮助我 主 求你来帮助我 主 求你来帮助我 因为你是我的主 你掌管全地 你全能全知 主啊 在患难的里面 你作者为王 主 我感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你作者为王 到永永远远 谁红 谁反腾 我坚定愿望你 你作者为王 你作者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洪水翻腾 我坚定愿望你 你作者为王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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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困难 看逼迫 我们只看见这些 让我们觉得不好 我们越不过的难关 可是我们的眼睛下了 我们却没有看见祢 祢是那坐则为王 祢是那洪水泛滥 依然与我们同在的主 主今天我们到祢的面前说 就求祢来帮助我 让我的灵苏醒 让我再一次可以站立在祢的面前 因为祢是那坐则为王的主 我们谢谢祢 我们谢谢祢 你坐着为我 到永永远远 随红水翻腾 我坚定仰望祢 你作则为王 吹听我呼求 使我灵苏醒 又复活于生命 神我们要赞美你 你是坐着为王的主 洪水泛滥的时间 你都是坐着为王 但是要我说 你掌权直到永永远远 你必赐平安给你的百姓 你必赐力量给你的百姓 我们就要无论在什么艰难的时间 什么状况的时间 我都要仰望永远掌权的主 永远掌权的神 是色在金在永在的主 主我们就是这样去赞美你 我们这样将祂歌颂你 主你是复活的主 无论什么时间 你都是掌权 主我们要赞美 敬拜你 直到永永远远 大兄姐妹 我们邀请每一个孩子 去到神的面前 去歌颂神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真的有不同的艰难 但是一个感恩的心就出来了 我们望我们的过去 我们真的有很多艰难 或大或小 无论是什么艰难 但是神都掌权 终于我们软弱 神的手 神的爱 神的带领 神的拯救 都在我们的当中 耶稣我们要谢谢你 我们发出我们的感恩 无论我们个人的 无论是职场的 无论是家庭 我们都饱上你的慈爱 你的爱 你的医治 你的拯救 我们是看见 我们尝过 我们发出我们的感恩赞美 神必随听 神必越纳我们的敬拜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 让我们是 让孩子在这个黑暗的日子 我们是 祂都是这样去拯救我们 无论是家人 无论是敌当你的事 祂都是我们的 我们多谢你 神我们多谢你 我们终于自己 去仰望你的慈爱 我们去发出我们的感恩 在我过去的艰难 神你一一去拯救 无论我在我的生命当中 多软弱多黑暗 无论在我家人 多敌档力 无论在我的婚姻的关系 在什么状况 神你都拯救 神你都看入眼泪 无论牧养是多艰难 神你那刻你都掌权 主啊我们就是这样去 深深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我知道 你无时无刻的掌权 但我们倾心吐意 在你跟前 我们是一帮跟随你的人 主我们真是很多谢你 你的爱永不离开 我们的手 永不离开你的眼 我是你所亲爱的 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是你所亲爱的 但我们真是真实 他们来到你跟前 有些事情我们真是不明白 我们内心很多的挣扎 我们看见 香港的经济 真的很艰难 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诡诈 很多的不公的不义 我们心里面 心坏不平 我们很多的不明白 但是神我知道 今天你值着赢 你别书的十二章 在第一节说 要我说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为义 神我们真的很多的 内心的不平 很多的挣扎 我们就要来到你跟前 我们眼见的 很多的不公意 我们眼见的 很多的艰难 无论在职场 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无论在我们的牧羊 无论在香港 我们见到很多东西 我们呼求了很久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还是这样 我邀请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去到神的跟前 真实地告诉神 你的不明白 你的挣扎是什么 神在当中 神去听到我们的呼求 耶稣 耶稣 我说 我真的来到你跟前 告诉你 我真的不明白 各位姐妹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或者现在这个阶段里面 看到香港 看到你的家庭 看到你身边 看到自己 很多 你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或者看到很多败坏在你面前 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好像 现在看到香港经济 好像一直向下滑 很多人的观念 人的放纵是越来越大 我们好像身在其中 很辛苦 正如耶稣 你一样 神 每一件事 你都有公平的审判 单单 我现在眼前 所看到的每一件事 好像仍然没有结果 但是神是掌权 很感恩 今天跟Vita一起去 祷告 等一会儿 我想去看看Vita 他经历过癌症 失败的婚姻 家人的不明白 但是他可以在疾病里面 完全得到医治 神扶持他走过最困难的时刻 他在困难的时候 他可能会这样问 但是当神重新收服他 他在这里 带领我们的祷告 在教会的福祉 怎样传扬福音 怎样探访 怎样为神去作供 神建立一个器皿 是要被骂念 在过程里面 可能看到不公义 但是我们又为了 不公义的祷告 为了世代的祷告 我们相信神掌权 但在我们生命里掌权 在你的生命里掌权 在你的公司里掌权 在家庭里掌权 在香港里掌权 神必定建立一群哀祂 为祂增在地上里面 去站立的子民 这群是祂的器皿 这个就是祢 在禁食的日子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呼吸 神祢建立我们 我们不要只看到不公平 我们看到神的公平公义 在我身上 在全地的灯上 因为神必定彰显 祂的荣耀在生命里面 你将会成为神贵种器皿 为了自己的生命去祷告 神要使用你 神体用的礼物 今天也会使用你 神要你的生命 发放从神以来的能力和权柄 神是一个王 只要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祂 以去作王 你的生命将会改变 神要改变 我们一起为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去祷告 求神大大的灵充满我们 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 能够有信心 有能力 面对现在世上的不公不宜 叫我们仍然站立得住 叫我们以来不跟从世界 单单跟从神 为了自己的生命去祷告 神的灵大大充满我们 里面每一个人 圣灵要充满我们 圣灵要充满我们 神的灵要充满我们 神要使用我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一重的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要你坚定我们的心 哈利路亚 无论什么我们一切 有很多动荡在我们的心 但我们现在要仰望你 知道你在掌权当中 哈利路亚 无论我们是低谷的 神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 很多的艰难 在神的我们的心意 无论归向你 阿们 圣灵上帝是我的主 我的神 在祂没有什么难成的时 垂听我们一切祈求 保证我们所有思想 你辛苦的愿意 保证我们的你 神的神 神是我们的力量 神是我们的盼望 神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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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我 天神是我们的 神是我们的 日常 管是我们的 神是我们的 寻意 ���orsa 曾經死的人如今不過 誰也不能勝負 卻能住善禮 依然說服聖地話語 將往灑在水深之處 你看祂今日為你 成就何能偉大的事物 依然說服聖地話語 將往灑在水深之處 請祂主耶穌在祂 凡事都我們再來懸崖 依然說服聖地話語 將往灑在水深之處 你看祂今日為你 成就何能偉大的事物 依然說服聖地話語 將往灑在星星之處 請靠主耶穌在祂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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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耶 哈利路耶 在神裡面凡事都能 感謝賊美利 感謝賊美利 第一姐妹 神是掌權的 我們接下來有打灘的浸禮 但是颱風就來了 好像每年我們是這個 風雨人那樣 總之這是幾次打風 我們做這個沙灘浸禮的時候 叫神掌權 颱風很大 今天8號 但是颱風會過去 颱風會過去 你生命裡面一切的颱風 是會過去的 困難是會過去的 一切颱風發達的傷害會恢復 怎樣才恢復呢 其實有神就可以 所以接下來這個沙灘浸禮 我相信很多人 要接受耶穌基督 我們為了沙灘浸禮去祷告 正如今天人說 只要你回轉 你個往怎樣追求偶像 追求世界 用這個心緊緊的追求神 用心去追求神 神的大能足福 就會想到他身上 為了每一個 將要受浸的弟兄姊妹 希望生命能夠回轉 建立在神裡面 亦都要這樣沙灘浸禮 亦都是一個宣告 香港要回轉 要屬於神 神是我們的王 你來到地上作王掌權 令香港要成為蒙福之地 我們一齊為了我們要浸禮的人 為了沙灘浸禮 亦都為了香港去祷告 我們有感動的人 要開聲祷告 去祷告 神要掌權在我們當中 神要改變你現在 在地上一切一切功不義 神要以人的回轉 神親自幫助我們 主要把沙灘浸禮 交在你手裡 主要這些世上的靈魂 再一次地被巡回 祂要歸入到主義的名下 主要祂來幫助我們 主要祂說 死了吧 死了吧 這些風都要過去 天地要飛去 但是祂永遠 我們感謝沙灘浸禮 我們同心合意的呼求 神你必須聽 我們相信你掌權在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時每一刻 直到永永遠 我們就是把沙灘浸禮 每一個預定的灑水的受浸禮 我們都交在你們跟前 我奉耶穌明宣告 他們每一個都要平安 並且堅定心要歸回你的國度裡 主要我們都將整個天氣 都交在掌權的主 這個天氣必然很快 這個風暴傳染紫色 並且天氣非常好 有兩風 水質是非常理想的 每一個都帶著平安 和你給我們的喜樂 是從你以來的喜樂 看到他們的榮耀在沙灘當中 我奉耶穌明宣告 香港是屬於你的 Shalam 香港是有神的平安 因為我們相信耶華掌權在香港 掌權在每一個的生命 和家庭和教會當中 Hallelujah 將往上在隨身之處 你看祂今日為你 拯救和更偉大的事物 依然傳服神的話語 將往上在星星之處 請靠主耶穌在祂 凡事都難 請靠主耶穌在祂 凡事都難 是啊 依靠耶穌凡事都難 阿咩 神你在我們當中掌權 阿咩 你叫我們生命去榮耀你的命 等姐妹 神與我們同在 神是我們的王 阿咩 神會帶領我們 有一件事 如果生命以神為王 一個王管治的地方 就是神的王的榮耀 王容許這個地方 沒有他的榮耀 所以祝福要想到地上 只要你作王 你願意耶穌作王 你的土地 在你家裡 都要有神的祝福 有神的榮耀 阿咩 所以我們願意 我們接下來的星期 我們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打探陣禮 神在地上掌揚 仰權作王 阿咩 神的榮耀臨到當中 阿咩 阿咩 我們一起和神的祝福 奉耶穌基督明祝福我們每一個 叫我們生命以神作王 以神為主 神的祝福 神的封聖 厚厚臨到我們當中每一位 也都神的同在 神的依慈 神的大能 神的權兵都要臨到我們當中 神我要歡迎你作王 神要你叫我們的生命 無論是在風暴當中 無論是陽光普照的日子裡 我們都高呼 耶穌是我們的主 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神你與我們同在 願你的名得到榮耀 在沙灘浸禮裡 眾人都會看到耶穌作是王 耶穌作是聖國風暴 站在風暴上面的王 主要是感謝讚美你 聽我的討告 奉耶穌基督名 Amen Hallelujah 祝福大家